水資源 投影片 接下來我們要為各位介紹 水資源這張投影片 會使用到的工具 以及教學示範 首先看到投影片 一開始我們會有 全世界的水 用1000cc來代表 那1000cc裡面我們會汲取出 3%的淡水 也就是 30cc 再來呢從這30cc的水裡面 我們又會 分成20%的 容易取得的水 也就是6cc 最後呢 這6cc的水裡面 我們會有 人類可用的 也就是0.5%的水 0.03cc 那這四個過程 我們都會有 相對應的工具要使用到 在工具的部分 首先1000cc 我們用1000cc的 大量桶來裝 大家可以看到這已經裝好了 1000cc的水在裡面 接下來呢我們會從 這1000cc的水 倒出30cc 到這個小燒杯裡面 接著我們會 用這個針頭 去汲取出 6cc的水到這個試管 再來呢 我們再會用這個滴管 從這個試管裡面 汲取出一滴 也就是0.03cc的水 滴到班上的同學的手上面 那各位再注意到 那各位再注意到 老師呢 會先準備好這個 已經有染 要在裡面的試管 這要做什麼用呢 這個是 要讓 這個大孔的1000cc的水 事先 染出藍色 讓同學可以清楚的看到水的顏色 好 以上就是工具介紹的部分 完成了